先熟一楼 再来看到外面的风雨 天气状况怎么样呢 凯米台风逐渐接近台湾了 今天早上在接龙的外幕山 可以看到还有阳光露脸 不过预估到下午之后 风雨就要变强 联系的记者蔡俊晴 好 主播 各位观众 马上来关心凯米台风的最新动态 虽然它目前距离台湾 大约还有五百多公里左右 但是它逐渐靠近我们台湾 所以现在台湾的东半部地区 以及东北地区感受度上 会越来越明显 像是我们现在目前 就在基隆的外幕山 这边要帮你看看现场 这个海域的情况 好 其实现在在整个天空的部分 属于两样晴 因为今天我们早上六点多 来到这边的时候 其实像是这个 已经是蓝天的状况 但是过了两个小时之后 看到在另外一边 现在这个云也是说越来越多了 另外加上这个风感受度 也是越来越明显 好 那带你来关心 在浪的部分 其实现在浪目前看起来还好 并没有算特别高 但是即便现在天气还算是还可以 但是要提醒您了 在今天中午前后 有可能气象署就会来发布 陆上台风警报了 尤其东半部事先首当其冲的 那么预估呢 在接下来的越晚的这个情况之下 有可能这个暴风圈 笼罩的范围就会越来越多了 所以呢 要带您来关心 其实现在在目前东北角 以及呢 在基隆部分的观众朋友 要特别留意 因为有可能越晚的情况之下 这个风跟雨势会越来越大 我要提醒您特别留意了 以上是目前现场状况 把时间还给朋友 再来关心 谢谢大家